倒数三秒可以看到一大团像是黑色散沙的东西从天而降 原来是从加拿大飞到墨西哥过东的黄头黑梨 有些在坠地之后直接暴毙 有一些还能腾空飞起逃离 根据兽医研判可能是吸入了有毒气体 或是候鸟停靠的电缆线充电过渡 让鸟类遭受漏电电极身亡